我在退休之後 整理了我父親張宗和先生的日記 他的日記從1930年開始 一直到1976年年底 一共有74本 我整理了一二三四四卷出版了 我父親的這個日記從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寫 念初中的時候就開始寫 我的父親的日記的話 第一個是真 他自己說的 在日記上寫的 我的日記不是給別人看的 是給自己看的 有時候我自己讀我自己的日記 就像讀小說一樣 他的日記記述了他自己的一生 記述了當時他所經歷的各種各樣的事情 我從這個日記裡面 了解我的老一輩的所有的親朋好友 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了解了他們當時的生活 等同身受的 知道了他們的喜怒哀怒 他的秋冬玉 雖然沒有那些漂亮的遲早 但是能夠坦坦誠誠地表達他自己的心聲 表達他的感情 表達對事物的看法 我父親在抗戰勝利以後 硬ias到貴州大學來教書 然後學院系調整的時候 就調到了貴州 貴洋司馬學院 就是现在的贵师大 就一直在贵师大教书 那么我觉得这个日记的话 最主要的是 有史料教授 有很多人会在这个日记里面 找到一些在证实里面 或者是在别的书上 不可预见的东西 曾经那个中国现代文学馆 想收藏我父亲的日记 但是当时我的母亲 和我的姑妈的话 没有同意 他们说如果我把日记整理出来 可以捐到文学馆去 而且的话 因为它中间的 有很多真实的史料比较多 对别人的话会有用 会有参考价值